舍利佛讲 舍利佛就对这个上花天理讲 你上花天理 何以用你身出现 何以不把你身转成男身 舍利佛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他说哇你好像很厉害 也会变 然后你讲的话都是很有智慧的 舍利佛在小圣里面是智慧第一 既然都变不过他 你既然那么厉害 你为什么你是你的 为什么不转成男的呢 这上花天理就回答了 我这十二年来 求你人的像也不可得 舍利佛看他是你人 上花天理当然是你的 为什么这个上花天理讲 他十二年了 要想要变成你人都不可得 怎么转呢 这怎么转呢 上花天理就讲 比如反思换作换换你 比如有一个变魔术的 他变成一个你的 若有人问说 为什么你又不转你身呢 他本来就是 这个好像是说 他意思是这样 上花天理的意思是讲 我本来就是 焕花出来的 我想要当你人 都不能够 这样子问对吗 他意思跟 舍利佛讲 你这样子问对吗 舍利佛就讲 他说 应该 应该是不对 因为 幻无定向 所谓变化的东西 是没有像的 变化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像的 当然也就不用转 变化出来的东西 变化出来的东西 是本来就是假的 哪里需要再转来转去 上花天理就讲 一切的法 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法 都没有定向 所有的法 都没有定向 这个 上花天理讲的 这是很有智慧的话 一切 一切诸法 依附如是 也是这样子 都没有定向 银河人问 不转 女生 为什么 你舍利佛问我 不转 女生 我本来就是 幻化的 上花天理 本来就是 幻化出来的 没有定向 你为何问我 不转你 不转 管这个 你身为男生 这个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上花天理 他有神通的 他立刻把 舍利佛 变成 天理 上花天理 他上花天理 自己就变成 舍利佛 然后 上花天理 就问他 为什么 你不转 女生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现在是你的 为什么 你不转 女生 舍利佛 他本身 已经变成 上花天理 他回答 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 我会变成 女生 这一段 是很有道理 我们本身 都是幻化出来 我告诉你 什么是幻化 撒伯世界 是幻化出来的 三恶道 是幻化出来的 所有的 诸天 全部都是幻化出来 包括极乐世界 也是幻化出来的 所有的净土 都是幻化出来的 你如果了解幻化 就没有男女相 因为 他们随眼所化 我要变成女生 就变成女生 变成男生 就变成男生 就是因缘所造 是幻化的 出来的 现在是山花天理 在教舍利佛 教舍利佛 什么是幻化 舍利佛还不知道 他都被变成 他变成山花天理 山花天理就变成舍利佛 所以舍利佛 在这个维摩结迹里面 他是被欺负的很厉害 很可怜啊 连一个天理都欺负他 但是这个天理 根本就不是天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